好 再來來看這位全面愛心的公車司機 這名開到中華客 我們的生世司機 他公車開的路線 常常都會載到一名這位市長的老伯 他看這老伯 都自己一個人過賣路是很危險 都會跟車頂的生客 說車人 稍等一下 他要下車 帶他來過賣路 這身心的行動 也讓車頂的生客是很熱 這屬於的行為真有愛心 也真經驗 客運車開路邊停 一位家屬下車 手又牽著一位老伯 不然是看前後後 慢慢扶著老伯過路 一直到老伯安全走到對面 才放心 走回去公車頂 這位中華客運的教師員 每天公車路線 都會經過中美樓 看到這位阿伯時 早期總是中車停在路邊 親自留車 付到這位六十多歲的阿伯過白樓 阿伯 抱歉 我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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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稍等一下 等下你們一段時間 在好幾個月前 就看到這位盲人阿伯了 因為他自己要過馬路很不方便 車流量超大的 然後想說 如果自己是盲人的話 也很需要這些有愛心的人來幫助我們 然後過馬路這樣 屬於的愛心行為 讓其他的生客看到 也相當感動 就是看到下去 我那個阿伯下去 然後過去啊 然後覺得很佩服啊 阿伯很愛心嘛 這樣才好啊 他有這個善心可以去幫助人家 我想乘客不會在意那一點點時間的 這個社會需要圖一些這些 像這樣子有善心的人士 社會會比較好 比較美好 客運輸輯的行為 比夢幼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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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化很多夢幼的討論 都學到客運輸輯的愛心 感動每個人 讓人看得到人生愛的公費 多中華新聞 咱們親合必 彩虹報道 太子勞了 太子勞了 太子勞了